肖战的光点在iTunes全球上线后,肖战歌手的身份也是再次被大家提及热议,歌手肖战真的是久违了,好想念歌手肖战,舞台上的肖战,肖战是年轻艺人当中,业务能力很能打的艺人,除了演技扎实,为大众奉上了陈情,令斗罗大陆王牌部队等优秀的影视作品之外,肖战唱功绝对是很拿得上台面的, 肖战在2019爆火以后,参加录制的音乐类综艺节目《我们的歌》,肖战在节目中的亮眼表现,使得他不仅巩固了朋友鼎盛的热度,还收获了更多的粉丝,使肖战的人气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,肖战出演的影视剧都有他配唱的主题曲或是插曲,肖战所有的舞台表演也都是可圈可点,竞歌热舞也不在话下,能抒情能摇滚,能鼓风能潮流,肖战出入娱乐圈的身份是爱豆, 近乎严苛的训练,为他后续作为歌手的发展,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肖战尖叫之夜的余年的舞台表演,被日本专业乐评人评为艺术家的表演,所有舞台都是全开麦真唱,舞台效果次次出圈,肖战入娱乐圈的初心就是唱歌,在后来的事业推进中,才慢慢将重心转移到表演, 但是,歌手肖战,始终是肖战的坚持,演员,歌手,就是肖战给自己身份的定位,马上年末了,各大平台都纷纷筹备各种总结及庆祝活动,作为当红的顶流艺人肖战,不知道会不会参与一下,真的是特别期待啊,舞台战真的是肖战非常有魅力的一面,最近两年是难得一见, 有粉丝说,舞台战是一年见一次,一次看一年,希望肖战慢慢积累,相信一定有一天,他会有自己的专属舞台,直属于肖战的大型演唱会,到时候让我尽情歌唱,释放所有的思念和热爱,用歌声表达一路的追随与陪伴,珍惜与感动